一条风景如画的滨江大岛 将长江融进了南西人的生活中 来到南西以后 就如果不到这条路上来 就相当于没有到过南西 这里的小龙虾一年能产六斤 哇 看到了吗 好多的小龙虾 乘船前往长江上游的成花岛 这里出产的甘薛供不预求 非常的甜 而且甜中带一点点能够接受的酸味在里面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节目 长江行第38集 长江之滨 古运新篇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长江行试制组 继续在四川宜宾的行程 离开宜宾市区 我们沿着长江顺牛而下 来到了南西区 在四川盆地南部 宜宾 卢州和自贡构成了一个品字 而南西区就位于品字的中心地带 爱美丽中国 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长江行设置组 这一站来到了宜宾市南西区 金沙江和明江在翠平区 汇合成长江后 一路向东 在我身边形成了一个超过90度的大转弯 站在这里呢 我们虽然说看不到它的全貌 但依然能从冰江大道弯曲的弧度上 感受出它的气势 南西位于川南腹地 自古以来就是长江航运上重要的节点 而这座千年古城的故事 也就与我身边这条川流不息的大江息息相关 那就让我们一起从这里开始在南西的行程 作为金沙江和明江交汇后的第一个大转弯 眼前的这个弯道 被当地人称为长江第一弯 从空中俯瞰 我们能够感受到它的磅礴气势 长江在南西境内流经了近39公里 与宜宾市区相比 这里江面更加宽阔 水量非常充沛 从宜宾市区先往南西城区 要经过一条缓长江景观大道 这一次我们将以骑行的方式 走进南西这座千年古城 这条自行车道两边的景色是非常的好看 一色是长江 另外一色就是淤淤淤淤的绿化带好 像你们也经常会来这边骑车吗 会的 我们随时晚上的时候吃了饭 也就会过来步行或者骑车 特别多 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到老城区的话 大概就是十公里左右 十公里都是这样的景色吗 对 但是景色也不是完全一样 有些地方它的江水比较平缓 然后比较安静 有些地方又能够感受到我们南西近年来的城市的变化 然后再往前面走是我们老城区 还有我们的古城门 我们脚下的缓长江景观岛 它的起点位于宜宾市临港经济开发区 一直延伸到南西区的老城区 在自行车道的另一侧 是一条与之并行的机动车道 中间被一条绿花带所隔开 骑行在自行车道 江水就在身边流淌 放眼望去 一片绿昂然 像这边以前是什么样子呢 在修这条道之前 它这里是属于我们原来南西的西边 我们叫就老百姓都叫它西门 西门的话原来给人的感觉都是乱石滩 就是河滩地 有很多的鹅卵石 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菜农在这种菜 别的就没有了 就是比较落后低色的一片区域 我们市制组从长江源头一路走来 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长江沿岸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听于南介绍 南西属于浅山丘陵区 这条滨江岛的修建 基本上没有破坏原有地貌 路边的一些花草树木 也都是特意保留下来的 现在江面上是有很多大桥 对那座蓝色的大桥 就是今年春节期间刚刚开通的 这座大桥是因为我们江对面有两个乡镇 一个叫做江南镇 一个叫马家乡 在过去这两个乡镇的人如果要到主城区来 他们就得经过渡船过来 但是有了千元长江大桥以后 他们就可以步行或者是坐车过来 南西区的地势北高南低 长江从南部川流而过 如今江面上架起了两座跨江大桥 除了千元长江大桥 还有一座通往卢州重庆方向的高速公路桥 交通往来更加便捷 我们设置组拍摄的时候正逢周末 很多市民和家人朋友来降便游玩 这条环长江景观道不仅为市民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更为自行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骑行路线 你们是在这边是专业骑行是吗 不是 我们是链鱼的 链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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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骑到哪里 我们骑到宜宾 从这里骑到宜宾呢 多长的距离 近50公里吧 一天骑完吗 半天就骑完了 要不要 这么快 三个小时 你们三个小时就能骑完是吗 对对 多大年纪啊你 我58了 58 您呢 我56 50多岁 这几位市民来自南西区自行车协会 他们说 自从有了这条缓长江景观岛 他们几乎每周都会来这里骑行 这条滨江大道的修建 在不经意间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 精神比原来好 胃口比原来好 你交了很多朋友 很快乐 很快乐 你很少生病 感冒都很少得 那以前的主要娱乐形式会有哪些呢 喝茶 打牌 喝茶 打牌 那你们都是要的表示认可是吗 对对对 现在我们不打牌 不打牌了 有时间就过来运动运动 对 告别这几位七星者 勤醒为斗员 我们看到路边有一个小滩 于南建议我们停下车来 谢谢教 直接就在这边有一个 这样的小车子上面直接卖粮糕 粮糊 对 来吃的人多吗 平时 还行 一般什么时候生意会好一点呀 一般下午吧 因为现在天热嘛 就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 四五点钟的时候 太阳稍微下去一点的时候 这是你们家自己做的吗 这粮糕是自己做的 哇 看上去好好看啊 这个粮糕 晶莹剔透的 而且晃一晃 能够想象出它的口感应该是非常弹 非常润的一个口感 对 就这么吃吗 上面是不是要放一些调料 要 你们一般最传统的是放什么味道 红糖 红糖 嗯 然后就 后面还有一个小帐篷呢 对 是你的吗 是 给孩子玩的 带着孩子 然后相当于也工作了 也是节假日 粮糕是一病人最喜爱的销鼠家品 它的主要原料是米浆 晶莹剔透的粮糕 配上一大勺红糖 看上去很有食欲 其实它的味道呢 并不是特别的有特色哈 可能大部分就是红糖的味道 但是它的口感很独特 是非常绵软的那种口感 好像能吃到一点点米的清香 粮糕是我们当地的一种 就是很传统的一个消暑的小吃 啊 所以你们是不是会比较少吃冰棍啊 冰淇淋这种 对对对 就是如果有粮糕的话 一般都不会吃冰棍啊 还有就是雪糕什么的 一碗香甜爽口的粮糕 缓解了我们骑行的疲惫 跟随于南 我们来到了江边的一条步行道 相比骑行道 步道两旁的植被更加茂密 听于南介绍 这条缓长江景观带 有超过200种植物 全都是本地的原生植物 俨然一个天然的湿地公园 一条冰江景观带 把长江融入到了南西人的日常生活中 不仅让整座城市变得灵动起来 还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我们沿着冰江景观带 来到了南西的老城区 在老城区的长江边上 有一段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城墙 像我们一路过来看到了很长的一段这样的古城墙 像我们身边这个古城墙有多长啊 现在我们这个古城墙的长度保存下来的 有1090米 它这个城墙是建于明代 石头城墙建于明代 天顺人间 公元一世五七年 这段城墙高6米 后约0.5米 它除了起到军事防御的作用 还承担着迅西防洪的功能 图安华介绍说 南西古城有着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它所在的位置古城仙元坝 地势平坦开阔 鼎盛时期的南西古城 曾经建有九座城门 城内有两三万人居住 如今只保留下广福门 文明门和望银门三座城门 我们从广福门过来 现在看文明门这个城门 就非常的气派了 对 因为我们古城的一个宗族县上边 坐北草兰的一个蓝门 它宗族县上 这个文明呢 也表现了我们古人的项目这种人文 它这个文明 来源于一金献龙在天 天下文明 但它这个文明呢 主要是国家思想的文章的美国 南西古城见证了南西文化的繁荣 南西人自古重视教育 他们善于接受新事物 明清时期 当地就有很多知名书院 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近明代就出了二十五名进士 在古城墙的背后 就是老城区邻里的楼房 城门下的星人落意不绝 城门外的江边 人们悠闲地喝茶聊天 古城就这样 与南西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 沿着古城墙 我们来到了望银门 这个门叫望银门 对 在我们长江东边 外里长江第一岛 银州岛 所以说它的名字是这样的 以前我们直接在一个十七 直接通用江边的码头 南西最大的货运码头 一般是从哪里去哪里的货物 一般就是到长江到重庆 鲁州重庆这地方 到那个地方再转运 大一点的船它可以一直到上海 望银门曾是南西古城的东门 修建于清朝乾隆年间 城楼高六点二米 飞檐峭角古朴典雅 沿着布满青台的市街 我们登上了城楼 站在城楼上 视野非常开阔 虽然天气不是很好 但眼前长江宽阔的江边 依然令人心狂悬疑 我们身后就是长江 那边是上游是吗 手这边的方向是下游 就是下游 它由于东边有一个 长江 万里长江 第二险潭九龙滩 我们的西边有一个 万里长江第一险潭 把我们这个古城环抱 环抱起来 它长江两岸一般的比较下坠 到了我们南西这个地方 陡然开阔 这个二级台地 很势力于这个城市建设 和人居的一个地理优势 直到今天都仍然发挥着它 巨大的作用 历史上 南西境内的航道 轮船母船通行无阻 作用长江上游的黄金水道 南西因水而行 长江赋予了这片土地厚重的历史文化 无论是长江边 宝金沧桑的古城墙 还是秀美灵动的滨江景观带 长江的印记深深地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中 成为了南西不可磨灭的城市印记 探访小龙虾养殖基地 领域小龙虾收获的场面 太饱了吗 好多的小龙虾 南西豆腐虾 豆腐肝与小龙虾的鲜香组合 好香啊 很鲜 掺杂了一些豆腐肝的卤味 是非常鲜香的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节目《长江型》 第38集 《长江之宾》 古运新天 正在播出 南西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溪流众多 年平均无双溪长达348天 特别适合发展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 近几年 养殖小龙虾的农民越来越多 在距离南西城区不远的地方 我们看到了一个小龙虾收购店 见到了这里的负责人杨海 久等了久等了 这边就是一个小龙虾筛选的地方是吗 对 看好多的小龙虾 这些小龙虾的个头还都挺大的 是的是的 我可以拿起一只看一下吗 可以可以 这怎么拿呀 你拿这里 因为它会加手 然后你就拿 拿它的头这里是吗 对对对对 你看它的嘴巴在涂水 在涂水 对在涂水 然后的话很有活力 看它的尾巴 都没有力量 对对 而且它的颜色也非常的鲜耀 透红透红的很漂亮 眼前这些小龙虾 是当天早晨刚刚捕捞上来的 一共有2000多斤 工人们正在按照个头大小进行分解案 一两以上的虾是被称作是最大 两虾 两虾 然后我们这个七千到一两的 然后我们使用一个大虾 我们的小龙虾的话 它上市的时间比较早 它比如我们的主产区 我们的湖北 江湖 湖南 安徽 然后这样的一个地区主产区的话 我们的时间要早上是一个月 因为我们是一个浅秋的水源比较好 虾的一个整个品质的话 它就是非常的干净 非常干净 这是还没有清洗过的虾是吗 对对对 这里是很白的 对对 南西小龙虾销路很好 每年五六月份 中等大小的小龙虾批发价格 能达到三十几元钱一斤 经常供不应求 工人们每天要在下午两点前 完成分检和打包 随后运到七十多公里外的 卢州机场发芒外地 这下面是要铺一层冰的 对这是我们的冰品 这是我们中印的冰 是因为夏天这个温度比较高是吧 比较高 然后给它进行一个降温 进行一个降温的一个作品 走空运的话 基本上需要多长时间呢 一般就是两到三个小时 两到三个小时 最远是去到哪个城市 我们目前最远的就是北京 北京 对北京 因为北京的话 我们目前发的主要城市 是三个城市 北京 上海和深圳 因为这三个城市的话 我们做一个航班 它每天都有 如果是其他一些省会城市的话 有一个航班的话 就不稳定 洋海是南西本地人 2014年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的 水产养殖专业 是南西最早养殖小龙家的人 我们要与他一同前往 仙林镇一个小龙家养殖基地 仙林镇位于南西区东北部 是一个典型的农业镇 也是当地重要的稻米和蔬菜产地 仰海家的虾糖有稻田改建 由于当地预量充沛 糖里的水有大半年都是满的 那在这个水糖里面 我们就没有看到那些水草了 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个一个小瓶子 对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是我们用这个遮阳网和矿权水瓶子 然后结合起来做的一个人工水草 代替了我们传统的这一个水草的种子 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养殖技术 遮阳网和塑料瓶替代水草 为小龙虾在水中提供了栖息的场所 这不光省去了在虾糖里种水草这项工作 还大大缩短了养殖周期 一年可以多养两茶小龙虾 此外洋海养虾还有一个秘诀 每季小龙虾收获后 它都会暴晒糖底 糖里的淤泥少了 小龙虾自然就干净很多 杨海今年28岁 一位90后的年轻人为何发展小龙虾养殖 这让我们非常好奇 我们家里面之前小时候是养过鱼 夏天之后我们家的话都会死鱼 父母的话又舍会的把这些鱼给扔掉 所以就基本上把它给外做好的话 然后吃几天 看到父母的话养鱼非常艰辛 对我的出动都特别大 大学的话我花了两年半的时间 就把我大学四年的课程全部上完了 然后的话也有很多的时间的话 就拿就出去进行校外实践 然后进行一个学习 就是希望能够在大学毕业回到家乡 创业以前能够有真正的知识 技术和实践经验 2014年洋海承包了20多亩虾糖 自初小龙虾的亩产量只有100多斤 它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养殖器数 短期间小龙虾的亩产量到了300斤以上 养殖规模也扩展到了1200亩 换上工作符 我们跟随洋海下到糖里 看一下这个地龙 哇 看到了吗 好多的小龙虾 它们怎么都聚集在这里啊 因为它是通过地龙的两侧 攀爬到最前面 因为前面我们绑的那个位置 对吧 那个位置它是外面的 它需要吸收一部分的氧气 所以它就往上爬 爬到上面吸收氧气又掉下来 就是说它们是从那边 那那个洞是在哪里啊 这个洞呢 它每一节都有一个洞 它是从这些洞里面 哦 在这儿 是从你那边过去是吧 从这边进来 哦 我这边也有 对对 从这进去 对对 小龙虾咒服野出 通常是在夜里钻入地龙 因为临时接到了订单 为了能尽快发货 大家在虾堂里边捞边分茧 这个虾对颜色就很绿 它的颜色的话是绿 这是如果我们用年龄来进行个辨别的话 这一只虾呢 它就是属于一个中老年的 这个呢就是属于一个青年的一个虾 虾的话 一生的话它要退十三次咳 它当它退了十二十三次的话 它就慢慢地随着它那个退咳的次数增加 它这个颜色就会变红了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青颜色虾可能是因为它不够新鲜 所以我们会把它会归于那个原因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它是它生长的阶段的原因 作为南西区最早发展小龙虾养殖的人 洋海带动了当地很多农民发展小龙虾养殖业 实现了脱贫致富 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片虾塘 见到了虾农顾大坤 他向我们说起了自己与洋海相识的过程 我是通过他在乡下农村讲座 然后认识海国的 联系了几次 他前两次都没有同意 前两次是为什么没有答应你呢 家里条件比较困难 是我老爸生病了 后来就花掉了所有的积蓄 然后就在乌龙照顾小孩 因为当时我觉得它的一个条件的话 不是很适合 创业它需要很多的一些资金 并且有医院 我说你到我的养殖厂里面来 然后我给你开工资 你帮我干活 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觉得这个小龙虾 这个不适合你 至少你的钱不会投资进去 顾大坤在养蝦之前 曾在洋海的家堂工作过一年半 在那里 他不光学到了养殖技术 更对创业的风险有了理性的认识 如今 他养蝦刚买一年 三十亩蝦糖已初见成效 今年就总买 初蝦有三千亩蝦 然后买了差不多十万块 之前打工在外面挣的钱 可能都没有这么多 对 肯定没有这么多 我们一年到时候 出去开车 回家就一两万 三万块钱 很感谢海国的 像顾大哥这样的村民 找到你们的人多吗 目前我们乃兮的话 发展起来的 就是说有三百五十多户 有七千两百多亩 一百五十多个村 然后再进行一个农虾的养殖 他们养出来这个农虾的话 我们统一的筛选 打包分解以后 我们统一消失出去 你们还有销路 对 统一的消失出去 短短四五年间 在洋海的带东下 小龙虾养殖 逐渐成为了南西的特色产业 为了更好地推广 当地的优质小龙虾 前不久 洋海在南西城区 开了一家餐厅 主打菜就是小龙虾 洋海经常和主师一起研究新菜品 他们独创的南西豆腐虾 就是以南西特产 豆腐肝为主要原料 像这个豆腐肝是南西当地产的 对 南国民家和猪龙虾的时候 在里面炉 它的火龙虾一气 一气炉子 它的香味炉出 一般炉制的时候 是需要增加一些香料的时候 对对对 香料包 你们有多少种香料 这有十多种 有十五种 十五六种 对对对 都有哪些啊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是香叶是吗 这个是迷迷的 不能说 我简单说几样我认识的好不好 你看有香叶 哦 香叶 哦 这是八角 我们市制组曾经拍摄过南西豆腐肝 对这种特色小吃并不陌生 但是把南西豆腐肝和小龙虾 放在一起卤制 这种奇特的食材搭配 让我们对这道菜充满了好奇 制作南西豆腐虾最关键的是卤水 它是把十几味香料放到高汤里精心熬煮而成 现在是把卤汤放到锅里了 对 下一步是要怎么做 下一步就点火 点火 我看这还有一些配料 还有配料 葱姜蒜 配料是比较简单的 主要的滋味都是在这卤汤里面 是要点火把它给烧开是吗 葱姜蒜放入锅中后 大火烧上五六分钟 等卤水煮沸 就可以将小龙虾倒入锅里 小龙虾的做法我见过很多 但是用卤汤来做小龙虾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是南西特有的做法 对对对 把它和南西的豆腐干结合在一起 像在这里面要过长时间呢 把它煮熟 煮熟了 煮熟了以后 然后再把它把它煮熟 在小火的熬煮下 卤水的滋味慢慢渗入到小龙虾和豆腐干中 卤水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 约十五分钟后 南西豆腐虾就可以出锅了 杨海和他的妻子郭语霞 又为我们推荐了麻辣小龙虾和龙虾粥 杨海建议我们先尝尝南西豆腐虾 吃小龙虾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还是有技巧 我们虾吃的一个主要部分呢 是吃我们的这个黄 虾黄和我们的肉 虽然说这个虾的个头不是很大 但是它塞中间都满满的全部都是黄 虾黄 像这个黄整个是全部都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这是我们黄的味道 好香啊 很鲜 然后呢又掺杂了一些这个豆腐干的卤味 对对对 是非常鲜香的 我刚刚吃的时候都舍不得把它咽下去 希望它能够在嘴里面留得久一点 南西豆腐虾将南西豆腐干和南西小龙虾 这两种食材的鲜香巧妙地融合在利器 与虾黄相比 南西豆腐虾的虾肉也别有风味 我觉得这个虾肉的味没有虾黄的味那么的浓 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程度恰好能够品尝到虾本身的味道 这个是非常鲜甜的很新鲜的感觉 它非常紧实 对对对对 在这个时候然后你再尝一下我们的这一个豆腐 然后的话这个时候的味道 我们的虾肉的味道和豆腐的味道 然后结合在一起 尝一下这个 哦 我觉得它的皮还是挺硬的 有点硬硬的脆脆的口感 但是它里面的豆腐里面的那个鲜又很嫩 对对对 非常有嚼劲 对对对 杨海和妻子郭雨霞在大学时相识相爱 2017年两人结婚 第二年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现在郭雨霞除了照顾孩子 还负责打理这家餐厅 她当时决定创业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因为刚开始还是有点反对的 因为毕竟嘛 创业很有风险 还是比较反对 但是后面的话 因为她确实喜欢做这一方面 所以说她是 当时担心是主要担心什么呢 担心的话 就是一个是资金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压力比较大 但是就是 不想她这么辛苦是吗 对很辛苦 那之后有什么打算呢 那我最后的一个打算的话就是 我希望鲜虾产业的话 能够让我们的农民 不仅可以把水道给抽到 我们利用水道贡献的大年的话 也能够进行一个养殖 如果他们能够通过鲜虾来进行一个制服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 来共同地去发展的话 我们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是这组在拍摄北纬三十度中国行 和江河万里行系列节目时 曾多次行走长江沿线地区 这一次我们欣喜地发现 像洋海这样选择回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 熟悉当地的实际情况 看到了农村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用知识改变生活的同时 带动了更多的人发家致富 乘船前往长江上游的城花岛 这里有长江有余特有的珍稀植物 梳花水百枝 它生长在这个地方 对我们这个防沙护岸 包括我们这个长江两岸 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这里出场的柑橘品质很高 供不应求 很好吃 非常的甜 而且甜中 带一点点能够接受的酸味在里面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节目《长江型》 第38集 《长江之宾》 古运新天 正在播出 离开南西 我们沿着长江继续向下游行进 来到了江安县境内 江安位于宇宾自贡和卢州的交界处 长江在江安县境内流进了38.5公里 长江江安短多极流险滩 水中国县的泥沙 在江中冲击出了一个个小岛 成花岛就是其中面积最大的一个 那里生长的长江柳鱼特有的一种植物 树花水百枝 成花岛距离陆地只有300米左右 百渡船是人们平时进出小岛的唯一方式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船的呢 我们已经在这里摆了十多年的度 十多年 那十多年前呢 这里也是这样的摆度 也是 那每天是几班呢 看情况 一般平时人少的时候就有 来回十六趟 来回十六趟啊 您说的是人少的时候 人多的时候呢 人多的时候有八九十趟 这么多呀 余子花开的时候 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这几个月 人特别多 像我们岛上那个 有的人很多很多 游客会多一些 游客很多的 像这样里搜船 最多能乘坐六十人 每人往返一次 收费四元钱 由于城华岛上没有学校 为了方便孩子们读书 岛上一些居民在县城租房住 白天来岛上干活 晚上再回县城照顾孩子 我们上船没多久就开船了 船行不到五分钟便已靠岸 岸边早有很多人在等候登船 送小孩上学哈 你们是早上几点钟上学啊 八点半 早上八点半 九点钟上课 哦 九点钟上课 那每天早上还要坐船 送孩子上学 会不会觉得有点不方便呀 有点不太方便 城华岛上只有一个村子 名叫双江村 像这样热闹的百度场面 几乎每天早晨都能看到 生活在岛上的人 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 城华岛面积有两平方公里 整个岛呈椭圆形 从空中俯瞰 房屋散落分布在局园和农田中 一派宁静的天远风光 在我们面前展开 我们走上这个小岛就觉得 这个小岛上真的很安静 除了能够听到犬肺声 鸟鸣声 几乎听不到什么 机动车发动的声音哈 这边我们只有那个 一般农民运的三种 其他城没有 我看这边是有一些橙子树 是吗 这个树上还挂着几个橙子 我们这边主要是 现在城华岛比较出名的 主要是青剑 这个品种的话 在市场上包括价格 然后它的口感都比较好 王吕娟是江安县林业和竹业局的工作人员 平时经常来岛上考察树花水柏枝 她告诉我们 城华岛上的树花水柏枝 主要集中在小岛东岸 穿过一片滩土地 几株丛盛的树花水柏枝出现在我们面前 它的叶片看上去有点像柏树的嫩叶 摸上去的这个手感 它是毛茸茸的 软软的 很舒服 对像旁边这两株也是是吗 这是它应该新发出来的 新发出来的 它好高啊 像这个树花水柏枝最高能长到多高呢 目前这个应该是最高的 最高的 它是直立落叶管的 现在这个时候 你看我们到长水期的时候 它的叶子要慢慢的要落 然后等长水期过了之后 这个树花水柏枝就开始迅速的又生长了 所以说它跟一般我们理解上的植物的 落叶的时间好像不太一样 它是夏天落叶 对 夏天长水期的时候 落叶之后 秋天开始生长 一直到四年的冲天 成花岛上的这片树花水柏枝 总共有240多亩 是目前长江柳鱼发建的规模最大 数量最多的野生种群之一 我们到来的时候 由于江水上涨 有将近一半的树花水柏枝已被水淹没 它的环境 它对于环境来说 它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一般我们的树花水柏枝 它的生长环境的话 主要是在长江的这种落 如果长水带的十滩 还有十分钟 沙滩和十分钟来生长 它有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根系 根系很发达 所以它生长在这个地方 对我们这个长江这个防沙护岸 保护我们这个长江两岸 就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它的根系最长能伸到地面多少米 据我们去年 我们在移栽的过程中 主要移栽的时候发现 它这个阴至少就有一米生 一米生 树花水柏枝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 四川 重庆以及湖北等地 在过去二三十年 树花水柏枝曾一度濒临灭绝 近些年 随着长江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大 树花水柏枝的种群正在逐渐恢复 我们临树之后采取了两种措施 一种是就地保护 另外就是移栽 移栽培育 那么就地保护呢 提高我们当地群众 对这个树花水柏枝的一个认识 和保护的一个意识 包括现在我们这个 异地移栽这块 我们在长江主岛不是移栽了220株吗 然后因为现在是涨水期 看不到它的成果力 那人工对它进行的移植和栽培的话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主要基于我们这个物种的 多样性和这个稀小性 来进行一个保护 它对我们这个长江的保护 或者生态环境 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穿行于成花岛上的滩土地 我们对长江柳渝这种珍稀特有之物 有了更深的了解 树花水柏枝 看似普普通通 却是长江上有生态屏障的一部分 离开江边的滩土地 我们走进了双江村 整个村子很安静 乌设在树林中眼影 环境清幽 只身其中 脚步都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 在村里 我们见到了村之书肖鹏宗 他带我们登上村委会的楼顶 这里是整个岛上的制高点 那其实站在这里 感觉整个小岛的地势 还是比较平坦的 平坦的 是不是也是比较适宜种这个农作物 对对对对 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说种啥子都好 种什么都好 就是不管有菜 还是花生 还是玉米 现在我们中国有两千二百五十多个人 五十多个人 现在在家里 就只有五六个人 基本上 年轻的人都去给打工了 成花岛是个冲击岛 土地肥沃 因为四面环水 昼夜温差比较大 特别适合种植瓜果 早在1938年 成花岛上就开始种植下成 现在岛上 种植最多的品种是青茧 我们拍摄的时候 岛上的柑橘 刚集中采收结束 肖鹏聪说 有些果能会特地在树上 留一些果子 供来岛上的游客采摘 他带我们去局园里找找 现在还没有到特别炎热的季节 所以说乘坐这样的三轮车 微风兮兮的特别的舒服 而且两边满眼的绿色 那当地人的话 要是想到县城 是只有一个渡口可以过去是吗 对对对对 那如果涨水期的话怎么办呢 涨水期就没得办法 这一长的一次涨水期持续了多长时间啊 持续了六点时间 那这六天的话 岛上居民的这个吃喝问题怎么解决呢 量化量性 政府安排到一级船的 然后用一级船送过来 那既然这么不方便的话 为什么不想着搬到县城去住呢 因为这个岛离县城的距离这么近 老人的这个地方 已经是一个图身托胀的也很习惯的 车行十几分钟 我们来到附近的一个菊园 大姐你好 这是你们家的菊园吗 是 你们家菊园哈 我看其他的菊子树上面都没菊子了 怎么这一棵上面还没摘是吧 那些都没完的了嘛 还剩两棵了 还剩两棵 眼前这两棵果树的枝头硕果累累 可以想象 四五月份大片菊园丰收时的壮观景象 轻贱的果实有拳头大小 果皮略带青色斑纹 果农康开琴 特地摘了几个果子 请我们品尝一下 嗯 很好吃 非常的甜 而且甜中带一点点能够接受的酸味在里面 然后它好像没有籽哈 嗯 这水果就是没籽 吃起来非常的满足 因为一大半你可以直接塞到嘴里面 不用考虑糊的问题哈 那这个菊子的话销路好吗 买的人挺多的哈 买的人多 嗯 每天我们这 每天走的话都是三千斤 哎那这个菊子的价钱怎么样 卖的怎么样 五元五元基本上 五块钱六块钱一斤是吧 对 清剑在川南一带种植比较广泛 成花岛由于其独特的气候条件 出产的清剑品质很高 几乎每年都供不应求 以前岛上的清剑主要在本地销售 近几年一些五流公司陆续来到成花岛 将这里的清剑发往外地 我们听说村里有一对姐妹 她们是岛上最早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清剑的门户 你好 你好又见面了 我们早上是不是见过一次了 在码头的时候 送完孩子上学之后 现在在这边摘橘子 那我刚听书记记号说 现在岛上其实年轻人也比较少了 都外出打工了 那姐妹俩怎么想起来 在这边做橘子生意不出去打工呢 因为我们发觉那个 网上就是电商平台 很多在外面吃不到这个新鲜的水果 然后我们在外面打工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自己家上有这个资源 和村里很多青壮年一样 姐妹俩曾在外打工多年 以前她们经常带一些柑橘给外地的朋友们吃 久而久之积攒了不少客户 这让她们蒙生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回家后 姐妹俩借助电商平台 把家乡的青鲜销往了全国各地 那在这个电商平台上销售怎么样呢 销量大概一个月能销多少 反正我们家的产量嘛 反正能销到百分之六十以上 百分之六十 对 都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的 那价格呢 价格嘛 肯定是要比当地高百分之四十 成花岛的柑橘虽然从不愁销路 但很多果能的销售方式却比较粗方 而她家的柑橘在采摘完毕后 会先把果子按大小和品项分类 按制轮价 这样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离开局园 我们来到了郭福兄的家 这又是你们家盖的楼房 对 挺漂亮的 对 什么时候盖的呀 04年 04年的时候 看这椅子上面的 这几个橘子好大呀 这还不算大的 这还不算大的 是吗 这是中等的 大的有多大呢 大的有这么大 有金七八两 接近两斤 郭福琼和郭小霞的丈夫 都常年在外打工 现在姐妹俩和父母 以及孩子住在岛上 郭福琼告诉我们 他们返乡创业的第一年 就收入了十万元 这相当于他们打工 年收入的好几倍 这更加坚定了他们 留在家乡的决心 为了进一步拓宽销路 姐妹俩尝试通过微视频 来宣传家乡的情节 哦 哇 这个音乐和镜头 还挺有设计感的 这个是你们二位设计的吗 不是 你老公 对 反响怎么样 反馈的很多 反馈特别多 反正问的朋友也很多 反正每天都在问 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就在问您说 这觉得你们家卖不卖是吗 对 怎么可以发快递吗 反正这些都是在问 为了种好柑橘 姐妹俩几乎一年到头 都忙忙碌碌 但是 能守在父母和孩子身边 每天都能照顾他们 姐妹俩非常知足 人家都说在家里 总过是很辛苦 我觉得不辛苦 因为就是 一大生活的季节 数钱的时候 就很辛苦 就很辛苦 那之后有没有什么计划呢 我们家卖完了 还想把别人家的 都通过电商平台卖出去 因为 因为这个 都想帮他们多赚点钱 都卖点钱嘛 就帮助村民一起来发家直播 对 成花岛 已危在长江的怀抱里 尽管这里位置偏远 交通不便 但长江却赋予了它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和很多农村一样 岛上的青壮年 大多到外地寻找工作机会 而郭富琼和郭小霞姐妹俩 却看到了家乡的发展机遇 期待姐妹俩的愿望 早日实现 期待成花岛 这座长江上游的江心岛 更加美丽 这座长江 好 好 τα 你